還有一個 我們出了第三張圖 葉子晴 YouTube 叫Drama Cantonese 他經常幫我 老闆馬見賢 廢人賜 欺從林康正 其實你要改了我們什麼名字都無所謂 我是廢柴 廢人賜 你最厲害 完全無所謂 Drama Cantonese 葉子晴又如何出現呢 有一陣子他拿不少網台的影片 直接copy and paste 甚至標題也直接copy and paste MSK的啤梨漫步年代 如果是我們來的聽眾都知道 我們六節不是每節都可以免費重溫 要付款會員制度 他把六節全部放在他的頻道 可能他要賺到錢 他要賺到錢 有一次 其實最初沒什麼 完全直接把我們的影片放在他的頻道 把標題吸收 叫做魚木混珠 他經常偷片 好了 他也有偷你們的影片嗎 有試過 我經常偷片 好了 他也有偷你們的影片嗎 有試過 是 他也偷不同台的影片 他也偷不同台的影片 有偷你的影片嗎 我都不偷 是 是 他也偷了 又是當他留你 我真的明白 不要這樣 人家要慢慢放下 你現在又要 你要叫他 有時候這些主持 可能言語間有點過火 但有時候是為了節目的娛樂性 你們要考慮這些 這也是阿啤梨的性格 是嗎 那你想一下 你放片 那被人吵是否正常 有時候啤梨也會拿來吵 你知道啤梨一吵 就是早中十八代 什麼都會出 好了 你偷片被人吵 其實都是天經地義 最好是啤梨 就過份一點 你可以找我幫他出頭 我看著被啤梨吵的人 很過份 我見過很多次 我一定幫他出頭 你找我便可以 又是放下自在 我不知道你是男還是女 初初有些人認為何志光大師 我看不像 鱷魚初初都以為是 我說不是 前陣子又投訴到 MIHK又接台 好了 老友 現在我剛在外面說 回到公司 跟Youtube這邊滑船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們MIHKTV的Youtube Channel 1 突然之間 就Subscribe了 整條Channel就下架了 幸好我有個拍檔 幫我手 現在立刻做了這個Apple 在三點鐘左右 我們就收到一個電郵通知 是3點00 3點00PM 我們其中是MIHK YouTube Channel 1 一條的Video 就是林康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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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Betty那時候 蘇柔美老師 一起做的 究極AV教室 開吹這個節目 其中第16集的Part C 這個節目裏面 就是講些什麼呢 投訴到我們啤梨晚報 都接台一會一天 就是超過24小時 他怎麼一個人投訴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 不知道他發動了 發動了那些藍絲 就是超過24小時 他怎麼一個人投訴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 不知道他發動了 發動了那些藍絲 可能用一些Port 就是當那些程式 可能用一些Port 就是當那些程式 可能用一些Port 就是當那些程式 就是這樣投訴 跟著有時候說 我們沒有人看 只有幾十個人看 怎樣怎樣 沒有所謂 跟著有時候說 我們沒有人看 只有幾十個人看 怎樣怎樣 沒有所謂 就是這些 見關不怪 你說多少他就多少 沒有所謂 但我還是說一句 放下自在 不是 其實不合聽 其實很簡單 不合聽就可以了 無視其實就是了 這個世界是這樣 就是滅視 無視 就是最大對他的一種 是吧 就是反對聲音 其實 辛苦那個不是我 我也是笑一下 我只是看過這些 然後 啤梨又是 直接鬆都不鬆 你都不會理 其實 反對聲音 辛苦那個不是我 我也是笑一下 我只是看過這些 然後 然後 啤梨又是 簡直鬆都不鬆 你都不會理 就是反對聲音 其實 辛苦那個不是我 我也是笑一下 我只是看過這些 然後 然後 啤梨又是 簡直鬆都不鬆 你都不會理 那 那 辛苦的是你自己 還有說真的 我們一有後備台 就 barymrtv 就靈異 就啤梨頻道 現在還變了你們 又多了個後備台 現在又過兩萬訂閱 差不多 又又馬上 即是不夠一天都有萬多人訂閱 是啊 很開心 現在都有幾天 即是你現在搞到 啤梨漫步還多開一個副台 你問我 就算如果一台開不開 你問我都沒有所謂 我們去年做到的事 2019年做到的事 朱年做到的事 鼠年 2020年 一樣都可以做到 還會做得更厲害 那又拿到一個獎 在YouTube上 不就在我 廢時 我一定會 盡力 你找得我 我會走來做 這個台 我就一定會幫你盡心盡力去打拼 出去做直播也好 在室內做節目 做評論也好 是不是 一定會 上年做到的事 今年都做到 不過最後都多謝 各幫支持 大家支持 一台都開得回 所以你問我 就算沒有 都沒有所謂 是不是 即是開不回 因為我絕對有信心 我對大家的支持有信心 我對我自己 我們台前 啤梨 菲利 阿莫 前幕後 水王全部都有信心 是不是 這些叫什麼 這些不是床頭 露尾鼠輩可以明白 這些只有頂天 立地 有氣概的人 有氣派的人 才會明白 所以就算真是接台 你問我 都沒有所謂 會有可惜 但沒有所謂 因為我一樣都照做到 二台撿了 開三台 三台撿了 就開四台 我們打不死 不過好幸好 黃天右眼 就好人一世平安 因為我最終都是想 希望這兩位人士 讚賣Kantanism 布斯斯 祝卡 大人有大量 我們 放下自在 放下自在 是不是 真的 你想一下 用了半個小時 來 即是 給你們拿來做節目的素材 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人生有很多 值得去 關注 關心 亦都可以很多 自己的世界 你不 這個人 為何要活起啤梨的金影 就是啤梨 是個全家屬 如果你這麼看不起他 你活起到全家屬 在金影之下 很痛苦 何必浪費時間 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口舌招遊 經常叫人打緊他 都是打我 打我的全家屬 有時這樣 露套 是不是 很慘 你問我 我絕對明白你們 苦放 放下自在 沒有人幫到你 沒有人救到你 是你們自己 我也是很 用心去做的 這樣用心去做自己的事 不要理會外面的 是非 就算是有 受到攻擊 根本不認識他 是 一本是被你罵 吵吵 然後就 釋放不到自己 這件事 他們問我 就是 對我都不會有些什麼的影響 是 那你不需要為這些事 這些人這些事 操心的 說真的 那最後都天地有正氣 是吧 那最後一個台都開得回 還有感謝大家的支持 他這麼快youtube能夠解封 你覺得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但都是有人背後幫忙 我都很感謝在背後 對 就是這麼快能夠 一天之外解封 有些人幫忙 好像更快 李子勁 李子勁做什麼 他都封了 是嗎 不過又好像隔了一天又可以了 哦 OK 你們更快 李子勁 所以有原因 你們是 鱷魚都有呼籲 就是去 還擊 這個 就是花生政治學院 那 就是之前 MHK都是被他搞的 其實呢 你問我這些 就是 Pursy Zooker 你還店 和葉子晴 就是Jama Cantonese 其實大家立場都差不多 你是要放下自己 你個人人生才開心 其實你問我 你這樣就一世 你何必每天在啤梨陰影裡活著呢 喂 啤梨屌人 他經常都有的 你問Felix有沒有被你屌 就算我屌人都會 我一直有沒有被我屌 是不是 問波仔 問一些人 他會不會被我屌 你也屌我 是啊 他也會被我屌 是不是 那有時候這些事情 威廉也會被我屌 就是不要看我界為有時候 他那時候說 我家店說文書不能貼 我家店都貼文書 為什麼你不可以貼 是做到的 是你不做 不要被藉口自己 是不是 就是都會這樣吵 但是大家 吵完之後 大家都會 朋友 哪有隔夜仇 就算你不是朋友 大家網友 是不是 何必 辛苦的不是你 我會替你不抵 你阿啤你這份人 從來不會把你這些放在心裡 是不是 你不開心 他說知道他有你 是不是 反而我都會語重心長 真的把我心裡說一句 希望你自己放低 不是我們辛苦 但是你又搞不到我們 就算你搞到 我最多重新再溫過台 我最多重新再加多十倍的努力 去等到我們的subscribe 你會回去 就是不夠一年 已經差不多十六萬 是不是 你問我 天大地大 是不是 不必要 人生一定有高低起伏 一定是會有行衰运的時候 一定是會有 就是 怎樣說 挫折的時候 你就要克服挫折 去不斷去克服這些低點 將自己走回平路 將自己帶去高峰 你問我 你只要努力 只要心正 做人 心存正義 對人心存包容 天地有正氣 你問我 即是說真的 剛才你見到細默 有些曹總 有見到文章 不是啊 他們成債 花生台 不是啊 為甚麼都會過來 我找到 他都會來 因為大家就是老友 因為你 坦白說 我沒有甚麼聰明 但我都會廣結善言 那些人得罪我 我不會記在心 是不是啊 有幫過我 我一定銘記於心 就是這樣 做人就應該是這樣 人生不如意是 十常百萬 就是好像生離死別 其實我最怕 就是生離被遇 那些朋友啊 他移民啊 移不到他了 都會生離死別 你問我會不會傷心 當然都會有傷心 但love must go on 即是人生都要繼續你 你就不要被其他東西影響 影響到你 做人最緊要 忠忠正正 人生呢 大家都是要找回自己的使命 屬於 沒錯 就好像林康正那樣 現在就是在發人工大 是吧 我們當年 哪裏會猜到呢 我們十年前做網台 哪裏會猜到會有今天呢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但是 你如果是 將自己局限在 不要摺牛角 就是小微小眼的事 你很多可能性 就會活殺了 所以 是不是 人家藍絲都懂得 不要對自己人 就是 藍絲都不會對自己人 希望你六一八會 會不會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是 但這個就是黃絲裏面 有一些問題 就是太過貧黨化 有時太過有性格 當然 看不開 就算要支持他們 你們準備不支持 大家都有自己的選擇 是不是 我都明白 例如你們 為什麽人家可以做到這麽大 為什麽每個人 都會有十幾二十萬的點擊 隨時多過周庭 說真的 我們去看一下 那些藍絲YouTuber 說的話 語無倫次 為什麽都 人家 隨時有十幾二十萬 十幾二十萬 而且全部拿到YouTube的贊助 那些廣告 是沒有的 是吧 YouTube你不可以說是藍 是吧 Google你都不可以說是藍 是呀 雖然你說 他都 希望靠擁大陸 但 甚至到這一刻為止 他都停了 他在大陸那個 希望擴展一個 閹割版Google的計劃 那爲什麽 那爲什麽Google的錢 廣告費 會被那些藍絲拿光 大家要想這個問題 是吧 爲什麽我們黃絲 雖然黃絲 有很多狗阿狗 以前好像天琦 本文錢 大家出來光復 會說人家收共產黨錢 說尤惠晶 梁俊鴻收共產黨錢 那這些我相信 以前你曾經抹黑人 或者誤會 或者專誠什麽都好 你真是要反思 因爲做過的事情 那些人是會記得的 你真是要反思 因爲做過的事情 那些人是會記得的 就算由6月12日開始上年 開始走回正路 好像琛哥那樣會懺悔 你都真的要好好懺悔 是要很認真改過 如果那些人肯給多一次機會 是你偷偷 是吧 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 就算你問我 我要做好我自己 好事 你問我其實我很累 林安正跑了三場四場 沒有放假 走出來做採訪 踩那麼久 你不累 我真是累 但我只是想 因爲我們全部 團隊 記者團隊都是義工 當然我不會因爲 林安正做主持 更大 即是隊長 即是錦盤 其實都沒有分隊長隊員 我就要以身作質 告訴你 雖然大家都是沒錢 但我都這麼拼搏的時候 我都希望 我們所有記者團隊都會這麼拼搏 但如果我不拼搏 我就好像坐在那裡 你出去坐我算了 就習近平這樣 今天我沒有空 你去就算了 就習近平 那些記者都不會服我了 對嗎 一定要新鮮時鮮 一定要新鮮時鮮 做大哥 雖然我不是大哥 要怎樣呢 打架就要先走 打輸就要電口保護那些男人走 這些才叫大哥風範 所以有時你見到有些 打架 找那些男人出去 走就自己先走那些 那些 沒有資格做大哥 所以林鄭應該學林康正 林鄭現在這麼討厭 眾叛親來 誘惑 建制派說行政會議成員 說醫護賴香港人 自己沒有責任 嗯 這些就是領導力 林康正你看一下 三十幾歲仔 給林鄭 現在多少歲呀 六歐六十歐 喂 誰懂這些 做人基本倫理 道德 一清二楚 不是 說真的 譬如想起 Pussy Sugar Starmacanity 什麼搞糕 啤梨和啤梨身邊的人 你問我 甚至之前有些網台說 啤梨是網台老千感 是不是 我都會叫大家支持 巴打台 全部都無所謂 你問我 最後都是想說 所以為甚麼 盡量做節目 都希望可以準時出 今天我專門 立刻在 見員座一面 都立刻說回來 因為都知道有嘉賓 要早一點去迎接他們 明天都會照樣三點至六點 星期三都是 就會有這個 最正分析 不是 最正分析 會走來賣東西 最正分析 明天後日 大家看一點鐘會不會有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有 星期三肯定會有 因為我想隔一天 有時候都是要 你知道我每做一集最正分析 其實是做很多資料 是準備十幾個鐘 就是要排資料 哪些講 哪些不講 怎樣跟著 他跟著講 其實都是幾辛苦 還有我最近 因為就是一堆書展 是啊 都是講這個寫書的東西 最近都是比較耐心 最近真的 哇 睡覺都不夠 日本我見到你做節目 做這個最正分析 他真的很大疊 還有呢 他為了準備節目 搶了iPad 搞到我無法用iPad 這件事我是要譴責 小事啦 iPad 你自己跌了 你跌了電話 我跌了電話 搞到我要用iPad 但是你拿了iPad 搞到我就 無得 無得用 我跌了電話 搞到我要用iPad 但是你拿了iPad 搞到我就 無得 無得 無得用 搞到在日本流浪 在一個鐘頭 林鄉正做一個鐘頭 這個最正分析 我就是在日本的街頭 流浪一個鐘頭 不是啊 過幾兩小時 有時候 所以大家要多一點 繼續支持 下啤梨晚報